小米6X深度评测 今天下午小米在武汉大学体育馆召开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一代终端机型小米6X 不得不说小米今年的产品节奏真的是非常的快 3月份发布的小米MIX2S 让小米在今年的旗舰机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骁龙845处理器8G内存代表着今年的安卓旗舰手机的标杆 3299元的起步价也算是厚道 但受制于产能价格等多方面因素 注定了小米MIX2S并不是一款充销量的机型 而真正用来抢占市场的还是中低端机型 它们无论是在配置还是价格方面都更加符合普通用户的需求 而小米6X正是这样一款产品 外形方面小米6X超薄的外观设计紧跟时下潮流 5.99英寸全钢性18.6全面屏 其作用纤细腰线 机身仅有7.3毫米厚 166克重 手感表现非常不错 同时全金属机身采用了隐藏天线与底部全对称设计 在轻薄的同时也兼顾了美观 而在配色方面小米6X一共有5种配色赤燕红 六沙金 冰川蓝 钥匙黑 以及樱花粉 几乎可以说是男女通吃了 至于颇序正义的竖牌双射 小编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苹果是目前职能机领域的标杆 不管是小米还是其他厂商都不能免服 简单的来说能让用户接收的设计就是好的设计 接受不了这一外形设计的用户 显然也不是目标用户 配置方面小米6X相当于水桶机的代表了 新机机与骁龙660 AIE移动平台打造内置4GD或6GD内存 和64GD或128GD机身存储空间 提供前置2000万像素上头和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的双摄像头 运行的是Android 8.1的MIUI9系统 屏幕齿色方面 5.99英寸 18.9全面屏 处理器为高通骁龙660 AIE处理器最高组屏为2.2D扩子 内存和存储组合有4GD加64GD 6GD加64GD 6GD加18GD 摄像头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 AIE双摄前置20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感光像素四核一系数 电数量为300010毫安时 锂离子聚合物电池支持快充3.0 机身材质为全金属 机身颜色有赤燕红 流沙金 冰川蓝 钥匙黑 樱花粉 网络支持 支持移动连通电信的4G 3G 2G网络 双卡双代 双nano 线卡卡槽 操作系统是 基于Android 8.1的MIUI9 售价方面 小米6X提供4G币加64G币 6G币加64G币 6G币加180G币三个版本 售价分别为1599 1799和199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供业 向彼方 4G币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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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币4G币加数 5G币加厘 感谢观看